他沒有這個聲音了 我就開始按指尖 OK 好 讓他測指尖 然後這個地方呢 它是溫度 烘豆聽起來很容易 實際操作起來考驗功夫 學員們要記錄每分鐘的溫度 要製作自己烘豆的咖啡履歷 6 來 麻煩你 好 就是大概在190的時候 它會爆裂 我們要去聽那個聲音 聽到豆子爆破聲 就要凝神貫注 溫度一到就觀察豆子 檢查溼度 確認完畢後才可以出爐 好 二一 好 二一七 來 好 兩分五十三 每種豆子都有其特性 講究烘烤溫度的進程 就是對產品嚴格把關的精神 這是技職體系孩子的學習態度 也是人生發展的墊腳石 來自不同科系 專研各年齡層教育的準老師們 體驗烘豆技巧 最後還要沖泡出 能錄得了專家口的咖啡 就是水流要很穩定這樣子 每個過程都很複雜 讓我們知道說其實 烘豆是需要有技巧 我是輪跡專業 只是我能透過這堂課 學到咖啡烘焙的相關技術 然後很感謝老師 高中跟高職本質上還是非常的不同 我覺得 那你可以知道 他的學生在這個環境是怎麼怎麼教育出來的 因為我們認定的這個技術型高中 他可能感覺好像是考不上高中的才來讀技術型高中 那其實不是 每個課程是非常有趣的 那他這邊有非常多元的課程 今天來到海大附中的觀光科的 王兵如老師 有帶來這個咖啡烘焙課程 那讓他們能夠體驗一下 到底技術型高中的學生 他們學到的這些東西 跟我們生活的關係是什麼 透過探究與實作 能夠讓學生能夠知道 他們怎麼去輔導他們的學生 也讓我們能夠改變 萬般皆下品 我有如此高的風源 私培中心跟海大附中 就是成為一個很密切的結合的一個狀態 那這些私培中心 所印譽出來的這些老師 很自然的就到我們海大附中來實習 這是一個私培中心 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讓這些師長認識更多的職業類科 將來在職業類科向下砸根上面 會是一個很好的管道 從挑豆到紅豆 最後再研磨沖泡 每一個過程講究精準 才能創造出高品質 這讓人看見技職教育的魅力 重新賦予全新印象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